众所周知 美国曾开发过多种秘密飞行器 它们有着各种科幻的外形或强悍的性能 如今除了那油爆琵琶半遮面的RQ-180 和已经公开的X-37B太空战机之外 人们最期待的莫过于SR-72侦察机 早在2013年的时候 落马就曾公开表示 自家研发部门在2006年的时候 就开始研发SR-72侦察机 它的飞行速度能达到惊人的6马赫 但到了2018年之后 关于该机的信息却再度陷入保密状态 让人十分好奇它如今的进展 而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SR-72 可能正在生产中 并很快就会投入使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欧阳亨特 今天咱们来聊 洛马最神秘的超音速侦察机 SR-72 提到高超音速侦察机的时候 可能会有朋友想到 已经被卫星淘汰的黑鸟 竟然认为 美军没有必要再去搞这种武器 但老亨特个人倒是觉得 当侦察卫星的运动轨迹相对固定 反而更容易躲避或采取伪装手段 而高超音速侦察机能携带多种侦察载荷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对全球重要目标实施战略侦察 借助高超音速飞行器难以被拦截的特性 让对手无从防御 它相比卫星具备更灵活的使用特性 因此研发SR-72还是很有必要的 同时许多消息都证明 美军不仅正在研发SR-72 甚至其项目进度可能已经快要完成 例如在今年3月份 美空军负责采购项目的戴尔怀特中将 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中表示 待高超音速武器研发完成之后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技术开发工作的重点 将转向开发未来可重复使用 高超音速平台所需的尚未成熟的技术 这些平台将提供情报监视侦察 以及打击等多重任务能力 能同时具备以上几个任务能力的装备 非高超音速侦察机莫属 而洛马秘密研发的SR-72 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美国空军的绝密项目 最高飞行时速超过6马赫 号称有史以来速度最快的飞机 可在一个半小时内从美国抵达欧洲 它更符合美国空军对于可重复使用的 高超音速平台的特性 到了上周洛克希特马丁航空部门的一份合同 再次让SR-72成为新闻焦点 一份涉及高度复杂的设计和系统 集成项目的机密合同 在第二季度进一步亏损4500万美元 使该公司在该项目上的总亏损达到3.35亿美元 这些文件还指出 由于该公司未来面临预付采购成本 损失可能会继续增加 航空周刊将这些成本描述为合同前投资 并暗示洛克希特公司的臭幼工厂 将继续自行资助该项目 而无需五角大楼全力投入 而这个项目最早将在2025年之前进入飞行测试 这一点显然和原本落马对SR-72的预估进度相同 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该机高速度的性能要求下 意味着它的研发之路会困难重重 首先对于这种高超音速飞机 美军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机体的耐热性 SR-72的设计飞行速度高达6马赫 在如此高强度的飞行速度下 飞机表面会承受巨大的摩擦力和热量 最高温度可达3000摄氏度以上 传统的飞机材料难以承受如此极端的条件 产生的高温会融化传统的金属机身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工程师们正在探索新型的耐高温材料和结构设计 包括高性能陶瓷、碳和金属混合物 当然若是在这方面 洛马拿不出合适的新型耐高温材料 应该会继续沿用SR-72的结构油箱设计 在黑鸟刚诞生的那个年代 由于需要高空高速飞行 它大部分机体材料都是钛合金 但在高速飞行下 飞机的外部油箱将会是它提升速度的一大障碍 同时机体的高温也会导致钛合金蒙皮膨胀 其拼接触就有可能炸裂 因此后来臭油工厂的设计师在研发该机的时候 为其蒙皮接缝处特地留有一定缝隙 并为它设计了分布在机身表面下 多个加层枪体里面的结构油箱 此油箱不仅能给飞机减重 还能为机身降温 除此之外 油箱本身也是作为飞机结构强度的部分存在 虽然结构油箱会导致SR-71在地面的时候 经常出现漏油情况 但带到它开始高速飞行 机体温度升高 那些接缝反而能完美贴合 进而不再漏油 视频的中间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老亨特 你的一个赞和转发 都是我做视频的动力 好了 咱们继续回到正题 除了耐热性之外 出于对战机生存性的考虑 SR-72的机身设计 或许还需要兼顾隐身性能 因为高速飞行会产生明显的 红外和雷达信号 使飞机更容易被敌方雷达探测到 但尴尬的是 对于像SR-72这样的高超音速飞机来说 隐身性能的作用有限 传统的隐身技术 例如雷达吸波材料 在机体极端高温下会失效 无法满足隐身的需求 如果美国想要让SR-72隐身 还需要研发新型的耐高温隐身材料和技术 但话又说回来 对于SR-72而言 速度才是它生存的关键 隐身并非必要选择 尤其得当初的黑鸟那可是连导弹都追不上的存在 因此最终还是看美军如何选择 除了以上这些之外 SR-72最重要的就是动力系统了 改机的超高飞行速度 同样对发动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传统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和涡扇发动机 虽然可以为飞机提供足够的亚音速动力 但无法满足高超音速飞行的要求 现有的高超音速喷气发动机 虽然能够提供足够的动力 但无法满足飞机起降时的速度需求 在过去这么多年里 也就黑鸟使用的J58窝喷冲压变循环发动机 能同时满足这俩需求 因此这里个人猜测 新一代SR-72同样会使用两种 甚至三种发动机的结合 车友工厂或许会在F100或F10身上下功夫 这两者都是非常成熟的航发平台 可以保障SR-72在普通速度下的性能与稳定 但当飞机接近三马赫时 再由发动机的后半部分接管任务 据报道 该发动机的后半部分是双模冲压发动机 也称为双模超音速冲压发动机 这是一种吸气式喷气发动机 其工作原理是压缩近期无需旋转部件 这些喷气发动机仅在超音速下工作 适合SR-72进行超音速和高超音速飞行 并且需要注意的是 和SR-72前辈黑鸟不同的是 它并非一款纯粹的侦察机 美军还将让它具备打击能力 这里的武器美军应该是打算 让新一代侦察机充当其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平台 毕竟超音速飞机与超音速导弹相结合 可以在不到一小时内穿透被拒止的空域 袭击敌军的任何地方 这项技术一旦成真 将速度改变战场格局 就像隐形技术改变当今空中战场一样 目前美军已经准备在澳大利亚空军的 FA-18F超级大黄蜂战机上 进行高超音速武器试射 未来很有可能将其应用在SR-72身上 毕竟该机的高速性能意味着 它能在高风险环境中快速打击目标并脱离 同时它的飞行速度还能够赋予导弹更高的初始速度 进而提供更广阔的打击范围 但同时在为SR-72加装高超音速导弹之前 美军需要考虑的是 是否要为其设计内部弹舱 以及如何在高速情况下 安全地将导弹发射出去 当然若是落马准备为该机打造一款 发射后就自动抛弃的导弹挂架 那么将导弹挂在外边 也不会对SR-72的生存能力造成多少影响 以上这些 有许多地方都是老亨特结合现有资料 对SR-72的一些猜测 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 欢迎大家来评论区指证和讨论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